这是我的家 土色的墙壁 棕色的木地板 还有一扇门 这里有一块红色的毯子 毯子上是一个沙发 这个沙发软软的 沙发上有一个枕头 它的颜色和毯子一模一样 这是张建华 因为是夏天 天气有点炎热 所以他穿着红色的短裤 和黄色的短装 他正躺在沙发上 这位是张建华的弟弟 他叫张伟丰 他穿着黑色的短裤 和蓝色的短袖 他手里拿着一桶爆米花 爆米花非常好吃 它是美味的 张建华和张伟丰 在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机在柜子上 柜子上还有一个花瓶 花瓶里有三朵黄色的小花 它们非常漂亮 花朵的味道很香 电视机旁边 还有一个玩偶 这是一个兔子玩偶 它是粉色的 它娇小可爱 这里还有一个台灯 这个台灯是白色的 这里还有一盆植物 这盆植物非常大 墙壁上还有三幅画 第一幅画是张建华在玩滑板 第二幅画是张建华和张伟丰 在打篮球 第三幅画是一个小女孩在跑步 这是张建华的家 她的家很大 很宽敞 很干净 张建华和张伟丰都戴着一样的眼镜 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也是亲人 这是我的家 土色的墙壁 棕色的木地板 还有一扇门 这里有一块红色的毯子 毯子上是一个沙发 这个沙发软软的 沙发上有一个枕头 他的颜色和毯子一模一样 这是张建华 因为是夏天 天气有点炎热 所以他穿着红色的短裤 和黄色的短袖 他正躺在沙发上 这位是张建华的弟弟 他叫张伟丰 他穿着黑色的短裤和蓝色的短袖 他手里拿着一桶爆米花 爆米花非常好吃 它是美味的 张建华和张伟丰在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机在柜子上 柜子上还有一个花瓶 花瓶里有三朵黄色的小花 它们非常漂亮 花瓶的味道很香 电视机旁边还有一个玩偶 这是一个兔子玩偶 它是粉色的 它娇小可爱 这里还有一个台灯 这个台灯是白色的 这里还有一盆植物 这盆植物非常大 墙壁上还有三幅画 第一幅画是张建华在玩滑板 第二幅画是张建华和张伟丰在打篮球 第三幅画是一个小女孩在跑步 这是张建华的家 她的家很大 很宽敞 很干净 张建华和张伟丰都戴着一样的眼镜 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也是亲人